而在台南選情的部分 對於國民黨而言 當然是一個艱困選區了 尤其是國民黨的參選人 謝龍介要對上要挑戰 市長連任的黃偉哲 當然不簡單了 所以他當然要找來 藍營大咖來站台 希望可以拼逆轉勝 不過現在呢 除了找前總統馬英九呢 還有主席朱立倫 以及這個立委陳怡信 還有江啟臣之外 現在傳出他找更大咖的人 這個人就是創造 韓流的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那麼10月22號的競選總部 就要正式成立了 會不會讓韓國瑜再次現身 大家都很關注 但是呢 他現在不只要找藍的 還要找白的 傳出他要邀請柯文哲到台南 一起組織在野大聯盟 是不是另一類的藍白河呢 但看在對手陣營眼裡 他們說台南跟高雄這麼临近 大家都看得出來 韓國瑜過去對高雄做了什麼 表現也最了解 謝龍介自己 把自己韓國瑜化 那麼邀請韓國瑜對選情 無非是卸上加霜 而且還說了 這柯文哲 會不會來跟他一起造勢都不知道 他奉勸呢 這一個謝皇姐 還是做好自己比較重要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的